早上 欸你快一點好不好 好啦我喝一杯水啦 你剛不再喝過 啊我口渴啊 口渴不要再喝啦等一下你又要尿尿 好啦好啦 快啦 好啦 欸哥 我找到了 這顆 不對啦不是這一顆 是啦 跟小時候是也不一樣啊 沒有那棵樹 那時候年紀這麼小 你怎麼可能記得 我記憶力都比你好 相信我 跟我來 不是不是這顆 哪裡不是啊 就感覺不太對啊 我覺得以前不是這一 你記不記得小時候 那邊有一棵小的樹 旁邊有一棵大的樹 嗯 對啊 可是 我那邊也有一棵小的樹 跟一棵大的樹啊 我覺得又不是這一棵 小的樹是在左邊 然後大樹在右邊 你那個人是相反的 不是 我覺得真的不是啊 那不然你說是哪一棵嗎 我 我就 你那一棵就不是啊 真的不是這一棵啦 真的不是這一棵啦 不然一棵半 什麼東西一棵半 你這棵 我那棵 靠 你說老爸的骨灰喔 對啊 不然 嗯 至少這樣還有 百分之五十的機率啊 百分之五十 你要不要直接猜拳算 你要也是可以 靠 這老爸的骨灰耶 你可不可以認真一點啊 猜拳又不是我提了 我先沒有跟你講猜拳啊 我在講你的態度 我態度怎麼了 我態度哪裡有問題 你的態度沒有問題 你態度沒有問題 老爸為什麼還在奶粉罐裡面 不是跟你講過很多次 花一點前面的骨灰罐給他 對啊 花點錢很難嗎 老爸的遺願 是希望我們把他的骨灰 灑在當初我們野餐的地方 對啊 那我們為什麼要花很貴很貴的錢 去買個骨灰毯 骨灰毯在骨灰毯是基本常識啊 老爸都要走 你不能好好送到最後一層嗎 花點錢買個骨灰罐這麼難嗎 花錢買不到我們對老爸的尊重 這不是一個一直跟家裡拿錢的人可以講的話吧 又不是只有我拿 我拿三十歲嗎 你又還沒三十 你態度再繼續這樣下去沒關係啦 平常老爸不想講你我也不想講你 但今天老爸最後一層你可不可以認真一點啊 我很認真 你很認真 你認真的話老爸為什麼在奶粉罐裡面 你認真的話你平常會天天泡網咖天天看你的漫畫 你是哥哥耶 我沒那麼多錢天天泡網咖啊 算了你講這麼多對自己去處理 所以我囤真是很認真 你聽 them事情 你經常傳避你 我來這幾句話 我不是東西 你找人家 他不 Pain 你留給你 你懶得了 你懶得了 你嗎 你別說 你懶得了 你... 唉 唉 我有帶你喜歡吃的紅豆麵包喔 來啦 吃個東西你不要生氣了啦 你還記得為什麼那個時候 老爸要帶我們來野餐嗎 因為那時候媽媽走了 他會帶我們出來飯食 對啊 那時候媽媽剛走 然後爸爸又欠外面錢 又要照顧我們兩個小的 其實壓力超大 然後南部的姑姑就說 不然你年紀小 去南部跟他一起過日子 老爸也覺得OK 所以就想說 那不然就我們三個一起出來野餐一下 但這些都是老爸在出發之前跟我講的 只是我有點忘記 為什麼到最後 我們兩個都沒有被送走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就說我忘記了喔 因為那時候你一直抓著我 有嗎 我就說我記憶力比你好嗎 不過也是長大了之後 忽然聽到他們單人講我才知道 好 那我們撒在這邊吧 撒在哪裡 現在這邊 會不會太隨便 怎麼會啊 現在你還有我 老爸都在啊 謝謝 好 好 我好像真的帶到奶粉 我看出來 那怎麼辦 下禮拜天我有放假 我們再來吧 好 都說我在帶你愛吃的紅豆麵包 我早就不愛吃紅豆麵包了 所以現在老爸在哪 現在幾點了 兩點半啊 幹嘛 喔 那我快一點 我室友要起床了 什麼東西啊 嘖 他怎麼會有 他怎麼會變 然後胡不怕 你沒有 坐在一起 你怎麼會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